日前联合国的人权特使是造访了日本对于日本未成年迈春的问题 发言表示说日本有女学生大约是13%都曾经原交过 引发各界关注 而这段发言其实也让日方非常的不满意 日本外务省今天就发出了声明指出 这段发言是毫无事实根据的批判 来自联合国的特使10月底出席日本记者会时 这段语出惊人的发言引起日本各界人事哗然 甚至对这样的调查产生疾疑 而在11月9号日本外务省也发表了一篇措辞强烈的声明 表示联合国的调查委员并没有任何事实根据 希望拿出确切调查数字 否则是对日本社会的强烈伤害 但确实未成年情色问题早就由来已久 情色出版业者大拉拉用未成年当招牌宣传 国高中生情色影像屡见不鲜 甚至最夸张的DVD只有三岁 基于年轻就是本钱 从流行的偶像少女歌手 到未成年卖春少女情存活力 就是他们的卖点 也因此日本虽然已经立法 严格禁止未成年情色 台面下却仍是鱼颇荡漾 这次的13%原焦发言 却也意外引起国际争议 国际中心纵览编译